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诵读预备 其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是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别的诫命 都包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阿们 我再读一遍 凡事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阿们 低头再次祷告 慈爱天父 愿你时常恩待我们 用你儿子的宝血遮盖我们 也愿圣灵 时常在我们里面感动 引导 使我们爱慕你的话 当我们以信心 渴慕的心 领受你话语的时候 上帝你活泼有功效的话 在我们里面做工 来兼顾我们 来更新我们 来扶持我们 使我们明确方向 并且更有力量的 靠主恩典 在这个世上过 陶主喜悦的生活 愿主亲自与你自己的百姓同在 亲自赐恩给你自己的百姓 如此仰望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三周没见到大家了 实在是太想念了 这个平时在一块儿 没有什么感觉 三周没见 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那边翻译的时候 每一天翻译挺累的 然后休息的时候只能躺着 所以没有太多的 那个精力跟大家联系 但是回到这里 那个心里面 特别有点激动 好像离开家好久了 突然回家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本文 罗马书进入十三章以后 我们看到石头保罗 首先一节到七节 就谈到了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 这是一般来说 一般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基督徒 应该顺服政府 因为政府是上帝所设定的 上帝在地上设立了很多这种机构 其中一个机构最基本的就是家庭 家庭里面有家庭的秩序 第二个就是教会 那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秩序 那第三个呢 可能就是这种政府 上帝所设立的政府 原本是有他善的意图 比如说上帝把那个剑赐给那些掌权者 让他们在地上维持公义公平 让那些作恶的得到惩罚 让那些行善的得到奖赏 这样就维持了某种 虽然是社会在堕落 虽然世代在堕落 但是他却可以保持某种 上帝在一般恩宠当中 让社会得以维持这样的秩序 所以政府本身是 在神的计划当中是有积极的功用 当然随着人的堕落 这个不同政治的体系等等 有不同政治形态 有一些可能有权力滥用的现象 甚至那些抵挡上帝的政权将也有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甚至在罗马那种情况下 保罗竟然劝 那个曾经驱逐所有犹太人 包括基督徒 离开罗马的那样的政权 他仍然鼓励他们 要尊重 要敬畏神 要尊重他们的权柄 并且顺服他 甚至一些基本的当今的本分 比如说纳税等等 然后甚至该尊敬他的就尊敬他 该归给他的就归给他 这是第一方面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在自己所属的社会当中 去尽可能的一般的情况下 顺从政府或者是 这个社会制度上的次序 当然这里面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都盲目顺服 因为我们最终要忠诚顺服的权柄 当然是上帝 我们因着顺服神而顺服地上的各种层次的权柄 当地上的权柄和上帝至高的命令冲突的时候 比如说像旧约里面尼布贾尼萨 他吩咐所有的国民都去拜偶像的时候 那个时候神的百姓的代表丹伊利 他在和他的三个朋友 在那种情况下 平时尊敬王尊重王守法的情况下 但是仍然在这个命令上 他没有办法顺服 因为这是违背神的命令 那同时使徒们也做了榜样 虽然他们尊重上帝在历史时期所设定的那些官长 无论是罗马政府的官员 还是大祭司的权柄 但是他们在禁止他们传道的事情上 他们只能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 那在这种现实生活当中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生活当中 有很多一些违背神命令的法制度或者权柄 在那些违背的具体事情上 我们不能顺从 我们不是不尊重他们 但是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顺从 比如说有些国家制定了一些赞同同性恋的法 那个法虽然是已经成为法 但是按照至高神的法来看的话 那是不合法的法律 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能赞同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就像世俗政府所制定的 这个不完全的法一样 我们就去赞同同性恋等等 很多诸多的情况下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但是保罗是谈到了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要顺从这个政府的管理 顺从他们的权柄 甚至尊敬他们 那在提摩太书里面 他甚至也为那些执政掌权的祷告 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生活的国家和社会制度里面 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 为什么给他们祷告呢 也就是不只是为他们灵魂得救的问题 还包括他们如何作为上帝的代理者 虽然他们不一定认识上帝 作为神的这个仆人 如何能够更好地使用 他们所上帝所赋予他们的权柄 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认为 那是上帝托付给他们的权柄 这样好好的去治理这个社会的时候 那么作为在社会生活的基督徒 本身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正常社会制度里面 带给我们的什么平安安宁 所以弟兄姊们 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的政府 如何均衡地认识我们自己所属的政权 然后为他们去祷告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为他们灵魂得救的问题 包括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智慧的管理 更好的善用上帝给他们权柄 这样的话不管是我们 包括其他不认识主的人 活在这样的政府的治理下 才能够享受所谓的某种安宁 那谈到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紧接着八节到十节 保罗又继续谈到 这个基督徒与其他个人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里面所说的爱临舍 那这里面说到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双重的命令 第一个是不可亏欠 第二个是要相爱 那我们可能感到困惑 什么叫做不可亏欠人呢 这个亏欠原文的这个意思是包括欠债的意思 欠债 那上帝是不是在吩咐我们 基督徒不要赦账啊 不要欠债啊 那些贷款买车的买房的 这个刷信用卡的 是不是就违背这个命令呢 当然我们从整本圣经和文脉来看的话 这里分明肯定不是指不可欠债啊 从旧约当中 我们看到神也允许我们欠债 贫穷的时候 向弟兄借钱 这个是允许的 但是上帝所不允许的是什么呢 欠债不还 所以这里面分明不是指 是一般财务上的亏欠 更重要的是 我们根据本文的文脉来看 保罗在谈弟兄姐妹之间肢体相爱的概念 你们要彼此相爱 把亏欠和相爱作为一个对比 好像是个反义词 不可亏欠 反要相爱 也就是说他相爱和亏欠 做个对比来说明的 其实他俩说到一件事情 一个是从消极上 一个是从极极上 也就是说 这里面基督徒有一个责任 我们要相爱 与之相反的是 就是不要亏欠 什么意思呢 相爱如果是我们弟兄姊妹的 义务和责任的话 那么当我们去不爱的时候 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亏欠了 爱的债务 教父们也好 他们也谈到了说到什么 我们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债务 就是爱的债务 上帝命令我们去相爱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的本分 当我们不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亏欠了 欠了这个爱的债务 当然中文这里面说 要常以为亏欠 实际上原文里没有这句话 是根据 可能是根据这个动词的 这个时态的 这个态的这个来翻译 也就是说现在要持续的 不断的保持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这种相爱的状态 所以他用了这个意义 补充了一句 要常以为亏欠 也就是说我们要时常相爱 所以当我们不爱的时候 要意识到我们是欠债的人 让基督徒带着这种 要不断的实践爱的这种意识去生活 为什么我们要相爱呢 八姐下半姐说 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里面提到了律法 罗马书里面谈到了很多律法的行为 律法的义 律法之下 律法的义务 因为当时罗马教会 很多人基督徒都是犹太基督徒 那就涉及到了 到底是靠着律法获得义呢 靠着律法的行为获得义呢 在神面前获得神的喜悦和认可呢 还是靠着信基督的信呢 借着基督的恩典呢 这个讨论了很多律法的行为 律法的义务 那这里面说我们为什么相爱呢 他就从这个律法的角度 来解释爱的原因 为什么要相爱呢 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这个完全的意思是什么呢 执意的话就是满足 或者说成全 犹太人是努力想遵守律法 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 得神喜悦 但是他们不晓得上帝赐下律法的 真正的原意是什么 律法的精神总结是什么 实际上这里面保罗说 因为爱的时候 你去爱的时候 就满足了 实现了 成全了 律法的要求 所以九节里面进一步说明 这个爱成全律法的意思 九节十节 他说比如说 那些不可杀人 第七届 不可奸淫第七届 不可杀人第六届 不可偷盗第八届 不可贪婪第十届 或有别的戒名 注意啊 保罗在这里没有谈到完整的十节 就谈到了后半节的水平的人和人之间的 义务和责任 甚至连人和人的义务和责任里面 也他没有谈到孝敬父母 并不是忽视孝敬父母 然后他只是随意的 你看顺序都是乱的 七届 六届 八届 十届 九届又漏掉了 为什么这样 意思就是说 重点不是罗列完全的律法的每一个条项 而是他要强调律法的整个精神是 哎 或是别的戒命 就包括了 对不对 所有的戒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无论是这个 立位纪十九章十八节里面说到 又如你们要爱人如己 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回答律法师们的 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 这个律法的总纲 什么是遵守诫命的 就是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 与之相反的就爱 邻舍如同自己 然后律法的总纲 爱神 爱人 耶稣用一个字的话 就是爱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他所有的戒命都包括在爱 里面了 虽然他只是谈到爱人如己这个层面 所以这就是说到了什么呢 所有的诫命都是以爱为出发点 以爱为终点的这样的精神 使姐进一步说 前面虽然吩咐了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因为神的诫命我们之前也学到了 上帝虽然选择了一些具有某个领域代表性的 最大的最邪恶的罪 比如说奸淫或杀人 来否定他 来禁止他 同时就是告诉我们 不只是不伤害 杀别人 偷别人 贪 更重要的同时也吩咐我们 与这个恶相反的那个美德 上帝让我们去做的意思 不只是消极禁止我们不做 还要积极地去与这个相反的恶 相反的那个美德要去尽量的义务 所以在这里面 爱实际上就是不加害于人 当一个人活出爱的时候 那个什么奸淫 是吧 你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奸淫是指在夫妻关系之外 与其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 是不是 无论那个人是单身 还是别人的丈夫或者妻子 就不侵害别人 然后是不可杀人 就更明显了 不要去伤害别人生命 不偷盗 不会去非法地去夺取 不属于自己别人的财产 不贪恋 就是不会在自己上帝赐给我们的那些 以外去贪别人的 戒命里面说是别人的财产 丈夫妻子儿女或者是牛驴等等 所以根本来说 爱是积极的 如果一个人爱的话 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所以实际上 一个人真正活出爱的话 就不至于犯了这个戒命 好了弟兄姐妹 这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彼此相爱 当然这个第一会众 彼此相爱是谈到弟兄姐妹之间 然后在弟兄姐妹相爱之外 延伸到众人 教会外的 那谈到这个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律法和爱的关系 实际上当你真正实践 这个爱的时候 就满足了律法的精神 律法的要求 比起你苦苦地去吃斋 警戒 更重要的你要知道 那个根本的精髓和目的 是为了实践这个爱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 不要亏欠别人 要不断地觉得自己欠别人的 需要努力地去实践这个爱的教导 好了弟兄姐妹 那么具体对于我们 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应用这个本文呢 首先我们要思想何为爱 按照现代的人 常常觉得 甚至我们基督徒自己也以为 爱是情感 我觉得我没有爱心 我觉得我里面感觉 没有那种情感上的爱 我们很多的时候误解 爱是一种情感 实际上圣经里面教导的爱 不是情感 比如说你不可杀人 这是行为 意志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这是一种意志 所以比起情绪 情感 更重要的是 爱是一种实践 一种行为 一种意志 所以有时候 也就是说 即便你情感上 感觉你没有爱 但是更重要的是 是你要知道 你要去实践爱 能区分开来吗 我们自己热心追求爱主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爱主 但比你感觉你心里 有爱主的这种情感 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你在神的面前 你如何借着顺从去爱他 所以这个圣经里谈到的爱是意志性的 不是情绪性的 而且我们现在活的这个大部分是 这个心理学成为圣经 成为绝对真理的这个时代 所有的领域都涉及到这个心理学 所以现代人们谈到这种爱的时候 更侧重于一种自己的感觉和情绪的层面 但圣经不是谈到这个 什么是爱呢 爱不是情绪情感 而是意志和行动 这个我们首先要纠正 不然的话你就被你自己以为你没有爱那个假象给欺骗了 因为你感觉你里面情绪上不那么饱满 所以实际上圣经教导们 即便你情绪不饱满的时候 你也有爱的这个实践的意志和责任 举例子说朋友之间 举例来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 有的时候我们情绪上可能感觉不爱对方了 但是不要忘记 在电影里面看到我不再爱你了 那个是说我对你的那个吸引和感觉情绪已经很低了 没有感觉了 但是难道你就不可以爱对方吗 不是的 所以他们诠释的爱基本上定义是在情绪层面 结婚二十年十几年的人都知道 其实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可能不会像那种 这个罗曼蒂克的那种电影里面 爱情故事里面那种一件就心跳得不得了那种情感 但是夫妻之间却有这种更深层的意志之间 当然这个意志不是说没有那种情感的伴随的那种意志 机械式的硬做做出来的 不是那个 而是更多的是意志 很多人在这个现代 无论是韩国和中国他们离婚的理由我不再爱他了 离婚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不再爱他了吗 当然现在灵魂法里面包含这个因素 如果感情有问题 他们就可以找什么 我不再爱他了 他所说的爱是指情绪上情感上 我感觉我不再爱他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爱是一种意志 不只是情绪层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纠正这个错误的意识 爱是责任 爱是意志 行动 这是比起情绪更重要的 但是你决定去爱 因为上帝命令我们去爱 你决定去爱的时候 你发现即便你这个 你的那个情感态度不跟着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时间爱惜 所以这个很重要 第一点爱的概念 就像上帝爱我们 他不只是停留在 激动得不得了 他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是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拆遣 然后让他上十字架为我们死 这种行动 这种行为来表达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在印象当中 深深地知道他爱我们的爱为何 所以他是用行动 和意志来表达爱 他不是介绍心理学上 你看我的情绪多么饱满 我多么爱你啊 这种情 这个激情四射的那种感情 所以他是意志 当然上帝不是忽略情感 但是不只是情感 而是行动 他借着行动来启示 他爱我们的爱 原来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 我们就知道何为爱 约翰一书里面说到 弟兄们 神 耶稣为我们死 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 所以这种死是行为 行动 意志 上帝拣选我们的时候也是 上帝决定拣选我们 是他爱的行为 所以他拣选我们 是因着他的爱和怜悯 所以总是用行为来表达 神对我们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活在这个 现代的社会里面 可能文化当中 潮流当中 有一些概念 跟我们基督教里面相似 但是爱模糊的之间 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讲 是概念上不同的 所以我们不能拿 世俗的那种标准 来衡量圣经里面所说的 所以圣经里面强调的是 意志的爱 行动的爱 不是那种单纯的 仅仅是停留在情绪上的 这种层面 好了 第二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恶 或别的诫命 爱都包括在爱人入己了 这什么意思呢 律法 律法 终极的目的 就是爱 上帝在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之后 给他们颁布实践 透过摩西 借着摩西的手 前四条讲到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然后不可雕刻偶像 当手爱惜日为圣 尊我的名为圣 这是对神的一种 敬畏和爱的表现 你就要这样 你一个爱神的人 就应该这样 对不对 这些每一个要求 本身就要求指向了 我们要爱神 然后六条呢 什么 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贪心 不可偷盗等等 那其实就是在教导 我们要爱人 所以立法的终极目的是 教导我们去爱 因此呢 就导出来了一个 结论 就是当我们去实践 上帝吩咐我们的 去爱的时候 其实你去爱的时候 就守住律法了 因为律法的精神是爱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说的那些律法师 想教导律法 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 他们所教导的为何 他们热心去教导律法 但是律法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爱神和爱人 这些要求 为什么要遵守 其中的背景基础是 要带着爱神和为着爱神 实践对神的爱 和爱别人的这个精神 去实践这些要求 所以这些要求是 要求我们出于爱 也是向着最终爱神 这个终极目的 而不是单单只是守住 A B C这些规条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 律法师和法利赛人 他们当时热心去守 这些规条本身 却不爱神 而一个岁利和妓女 他们经历了耶稣的赦免以后 他们去爱神 爱耶稣 上帝却去悦纳了这些人 却拒绝了那些人的原因 如果按热心的话 律法师和法利赛人 他们的确很热心 但是他们只是守住了手段 既不带着那种爱人的心 去守这些律法 甚至非常残忍地去 以他们的规条 去定别人的罪 是不是 里面没有怜悯 耶稣责备他们是粉饰的坟墓 那个公义爱神 怜悯更重要的 他们就不守了 芹菜十根限一个 很重要 十分之一重要 神的命令 但是他们没有 对人的那种爱 和对神的那种敬畏的心 去守 所以当一个人去 实践这个爱的时候 就成全了律法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里面好像律法和爱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这爱就成就了律法 大家要注意 成全了律法 不是废去了律法 成全了律法 不是废去了律法 律法指明了方向 指明了规则 而这些方向规则 是教导我们去爱神 爱不是抽象空洞的 因为这些爱的法则 上帝已经借着律法要求了 我们怎么去爱 律法要求了我们 不可杀人 不可 当然这个不可的时候 包括你们要 对不对 你怎么去爱神 除了他以外 不以别的为神 就是爱神 怎么去爱神 不给他雕刻偶像 不与虚假的自己的心意 去捏造 塑造神 就是照着他 启示所示的去认识他 让尊他的名为圣 按照他所限定的 礼拜的时间去礼拜他 这就是上帝要求我们爱他 上帝也要求我们如何爱他 所以 诫命告诉我们怎么去爱 而爱又是诫命的目的和精神 所以 爱成全了律法 是实现了律法 完成了律法 满足了律法的意思 不是废掉律法 我为什么讲这个 第一圣经的意思是这样 第二是现在很多基督徒误解 因着爱就废除律法了 我们彼此相爱就行了 然后结果就 忽略了那些真理 爱和真理它是并行的 是一体的 它是不可分开的 真理告诉我们要如何去爱 而爱是我们顺从真理的目的和精神 一个人爱神 所以遵守他的真理 主的话如同蜜 甘甜 为什么遵守的时候 一般人来说遵守神的话 被约束 被捆绑 对不对 觉得这个恶太重了 但是一个爱神的人 他就知道这是神的话 因着爱他 甘心累顺从他的话 反过来 一个人说我爱神 他不遵守真理 就说明那个爱 不是上帝所要求的那个爱 对不对 有真理没有爱 那是残暴 那是这个残忍 是吧 那个真理就成为我们的牢笼 那有爱没有真理 那个爱就是盲目的 空洞的 所以上帝要我们爱他的时候 他给我们实践 让我们去爱他 爱人 这个真理的律法的要求 就成为我们的规范 教导我们具体如何实践 爱 给我们限定了 规范了 那个爱的具体的内容和方向 所以在这里面说 爱成全了律法 是当我们照着律法的要求 实践这个爱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 因为律法要求最终的目的是 爱神爱人嘛 所以反过来呢 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不是把律法丢弃了 律法的要求都没有用了 所以就变成了无律法主义 变成了这个放纵或者自由主义 不是那样的 因为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只要爱就行了 律法就没有用了 其实是误解这个经文 误解这个经文 所以在教会里面比较难 有的时候我们要讲真理 但是一定要在爱心里 成实化 不然的话这个就变成 非常血淋淋的 残忍的这种定罪或者审判 另一方面我们要讲爱的时候 也不能这个稀里糊涂的 什么人都爱 不讲原则的 我们都包容都接纳 爱里面要有真理 虽然很难 但是这两个都要抓 按照真理去爱 使徒约翰在这方面强调了很多 使徒约翰讲到很多 你们我赐给你们新命令等等 爱神爱人的 但是使徒约翰的书信里面 讲了很多的真理 小子们我爱你们是因为真理的缘故 约翰一书里面也谈到了 真理和爱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两个我们都要抓 真理告诉我们方向和目的 爱是我们顺从真理的动机和目的 按照真理去实践对神和对人的爱 没有真理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爱 没有爱真理就变成这个沉重的恶 我们顺从神的真理的时候 也是恐惧战惊的 我要不顺从上帝就收拾我 我就下地狱 不是这样 我们是因着爱他顺从他的真理 因为知道这位良善的话 良善者的话都是对我们好 他的话就是生命 我们顺从他的话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生活 当我们实践去爱的时候 怎么爱真理告诉我们具体的方向和范围 规范和原则 所以这里面大家要留意 爱成就律法不是废去律法的要求 而也不是替代律法 我有了爱就取代律法了 没有 律法仍然成为我们的指路的明灯 是我们规范 是我们田径运动员的这个跑道 是我们驾驶员的这个红绿灯和这个车道 是吧 按着那个法则去实践上帝的爱 所以成全律法不是代替 也不是废去律法 而是实践满足 真理的爱 律法是要求 是规范 那我们能够过这种爱人如己的生活吗 就我们自己来说 不能啊 为什么 无论是信主钱 信主钱就不用说了 人都是自私的嘛 被成为罪的奴隶嘛 在黑暗里面嘛 我们也不认识神 更不认识神的法则 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腐败的本性去生活 我们爱那些对我们有意义的 我们喜欢的 所以这种意义上严格来说 这种爱也不是爱 是自私的爱 是吧 爱我自己所喜欢的 爱对于自己有意义的人 严格来说 这个并不是上帝给人类社会 原初造我们的时候 设定了那个爱的标准和期待 而且我们不仅是腐败 我们也是软弱的 没有力量 所以是不可能实践上帝要求 那么完美的那个高的标准 那我们信主了以后怎么办 我们能够实践这个爱吗 仍然不能 注意小心 这个话我没说完 仍然不能 为什么 我们现在还处在一种半成品的状态 即便我们时常被圣灵充满 我们也无法持续的实践这种爱人的心 有的时候间歇性的 爱同一个人 有的时候爱 有的时候不爱 为什么 我们这个里面还有腐败性 有的时候我们就顺从肉体 然后又活在自私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种 完全被上帝掌管 被神的爱恩典充满 顺从神的恩典的时候 然后实践这个爱 这种波动起伏的状态 所以基督徒如何实践神的爱 我们有了律法就能实践了吗 不是 我们有一个伦理 实践神的爱的基础 上帝命令我们 吩咐我们 我们应该想爱 就像我们爱他一样 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 这个行 实践这个爱的基础的话 上帝就太残酷了 上帝不只吩咐我们 上帝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基础 首先就是 上帝自己 让我们经历 感受到了这个爱 实践告诉我们 我们爱灵舍 爱别人 爱的基础是神的爱 神先爱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 神才吩咐我们 去爱人如己 我这样爱了你们 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耶稣基督的命令 对不对 所以爱的基础是 神先爱了我们 什么意思 这个不只是上帝 借着理论上 行为上 告诉我们 何为爱的问题 上帝先爱我们 让我们首先 第一 明白什么是爱 第二 让我们先经历了这个爱 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了圣灵的光照 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 当我们在他的面前 懊悔 向他承认我们的罪 神赦免我们的罪的 那个时候 我们体会了上帝赦罪的 那个恩典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知道 哇原来宇宙当中 竟然有这样一位上帝爱我 我就感觉到 好像别人都不爱我 我也无所谓了 那种感觉 对不对 我不再是孤单的 我不是再被别人讨厌的 上帝竟然爱我 我心里好像得到了那种满足感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种勇气 对不对 我体会到那种爱 被神接纳 那种释放 那种自由 而且那种爱 给我们一种 用这种物理性的表达 是那种充满感 满足感 于是我们心里就开始有能力 去爱别人了 以前是自己觉得自己可怜 没人尊重我们 没人重视我们 没人 父母甚至有的时候也 好像看我们不太 不够一百分 总是觉得我们不满意 但是当我们体会到神那种 在基督里的接纳 饶恕和爱的时候 我们深深获得了那种力量和勇气 神的爱让我们明白了 神又给我们爱的力量了 所以我们可以获得了这种爱的模范 爱的样式 爱的源头 那问题是我们里面还有这个肉体 对不对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谈到的 八章里面说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了 对不对 前面说什么与基督联合 五章六章 七章就是那种灵 心我和救人之间的挣扎 八章谈到了是靠着圣灵 长长体体和顺从圣灵 才能治死这个肉体 治死情欲 加勒太书也谈到了 所以基督徒虽然经历了神的爱 但是这个如何能够持续地实践这种爱呢 是需要不断地靠着圣灵 治死我们里面的救人 不然的话我们的救人就掌权 就无法实践这个爱 所以今天基督徒痛苦就痛苦在这 一方面神的命令告诉我们爱的方向和原则 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这样做 那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里面有像一个仇敌 是总是拖着我们后腿 让我们无法做 无法每时每刻完全做 那种我们心里面 想照着神的命令做的那个生活 因此就产生那种割裂 那种撕裂 我真是苦啊 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愿意做 但是好像总有一种力量 拽着我的腿好像更强势的 因此基督徒要什么呀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不敢依靠自己 而是依靠上帝 所以更多的是祷告 祷告为什么祷告 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 而祷告而祷告 而是因为我真的感受到自己的软弱无力 在神的面前去抓住他 依靠他求神给我们恩典 所以祷告是我们可以支取神的力量 让圣灵在我里面做工的这样的过程 虽然从人的角度 有的人家庭 有的人生活在一个什么幸福的家庭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分析 这个相对完整 那问你 有哪个家庭是真的完整的家庭 不存在 虽然有的家庭里面好像父母这个关系很亲密 给我们一个什么充足的爱 让我们有健康的心理 但是这样的人真的就会爱人吗 不见得 我见过很多家庭父母关系很好 仍然自私不爱别人这样的人 对不对 明白啥意思吧 我也见过很多家庭破裂 伤痕累累的人 却充满同情 对别人有很多连绵的这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心理学那一套 他发现了一些现象 但不是绝对的真理 因此我们看 关键不是在于 你有没有健康的父母的家庭 什么原生家庭 环境好不好 关键是我们要回到 纵然人的层面有一些差异 有的人比别人可能蛮有怜悯 好像蛮有爱心 对别人很暖 有的人可能这个比较硬 甚至这个过于这个 自我保护 安全感 什么相对自私 虽然有这样的差异 但是即便那些看起来温暖的人 他们仍然无法达到神要求的那种爱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不信主的人 他们所实践的那个爱 是有限度的 因此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 这个十字架的面前 解决我们根源这个腐败的问题 基督 他爱神 他给我们展示了 那个对神的完全的爱 他如何完全舍弃自己的荣华 完全这个寻求父的旨意 而不是寻求自己的旨意 这个就是因为他对父的爱的 然后降世完全顺从 他给我们展现了 他如何爱神爱人的这个榜样 同时呢 他也为我们赎罪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并且因着他的代数 将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靠着圣灵 治死我们身体的恶行 直到基督在灵复活的时候 所以大家你和我 我们正处在就像 罗马书这个十三章里面说的 我们已经得救了 但是我们还尚未完全 所以我们就活在这种张力当中 一方面我们要 这个实践这种上帝爱的诫命 另一方面也要知道我们里面 有一些这个局限 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时常在神的面前 以颗谦卑的心 然后不断地仰望神的恩典 让圣灵治死我们身体的恶行 去实践 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失败 上帝给我们设定了很多 这种实践爱心的场景 比如说恋爱的场景 夫妻关系的场景 包括子女和父母 包括教会 弟兄姊妹之间 如果我自己的话 其实没有对方的时候 这种爱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爱自己 这也是另一种爱的形式 是不是 但是一定要有对方 我之外的他人 这样的话才能够验证我的爱 到底存在不存在 对不对 我无论是对我的父母 父母对子女 还是我夫妻和恋人 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 一定要有这种对象 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我们就很多的时候暴露出来 我们在这种爱的事情上是欠债的人 上帝好像故意将我们摆在那种难堪的位置 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 自己生活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好 但是为什么把我放在群体里面 放在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里面 和父母的关系里面 和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 就发现自己表现的不那么优秀了呢 想做的 想表现的 那个关系总是有些紧张 为什么 就让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自身的缺陷 从那种自信到自我破产 那种自信破产 然后就发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软弱的罪人 上帝所要求的那种 律法所启示的显明的那种爱的原则 那种方式 那种标准 我们凭自己是没有办法实践的 所以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个人在家的时候时常祷告主啊 帮助我 我是个软弱的罪人 你虽然这样爱了我们 你也让我们去彼此相爱 但是我发现我自己 一方面我贫穷 我缺少这种爱 第二 我软弱 没有力量去爱 第三 我是败坏的 当我去爱的时候 我里面有一些东西总是在限制我 所以就在这种挣扎痛苦当中 不断地自己跌碎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 另一方面基督也会砸碎我们 让我们不断地被破碎的过程当中 圣灵在我们里面 渐渐地更多地主管我们 然后才能够实践 就在这种痛苦的挣扎过程当中 我们一步步地成圣 一步步地去实践主带 所以更多的是 我们被破碎到什么程度 我们才能够更多地实践出来 因为拦住我们的 就像保罗所说的 这个瓦器在宝贝 宝贝在瓦器里面 而宝贝的光辉 很多的时候是被瓦器所遮盖了 除非我们这个人越多地被破碎 越多地更多地被塑造 我们才能更多地实践出主的命令 实践出主的爱 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试炼和苦难是必不可缺的营养成分 虽然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说 我们都希望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 蒙生保守 一路平平安 所到之处都有神的祝福和同在 但是很多的时候 神让我们经历各样的苦难 碰撞 破碎 殴炼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不断地被打碎 以至于更多的这个上帝的灵 在我们里面更多地去掌管 所以弟兄姊妹 包括今天的这个本文也一样 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 这样的基本的 最根本的生活的原理 就是爱的原理 这里面虽然不是谈爱神 而是谈爱人 但是其实爱人的基础也是爱神 我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常不可亏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上帝期待我们 是能够去照着神的命令去爱别人 因此我们其实每一天 欠背负着一种债务 这个债务不是经济的债务 而是欠爱别人的债务 这个不是为了努力进天国的问题 而是上帝给我们摆设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爱神是本分 不爱神就是欠对神的爱 爱别人也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不爱别人 我就欠对别人的爱 所以这种在爱里面享受自由 不是定罪 但是又时刻想着去爱别人 这种心是上帝所期待的 所以我们的眼光就改变一下 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要爱的对象 我是欠他爱的人 这样的话 这个就比起我们的情绪和感觉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这种意志和行为 那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使徒保罗谈到 我们因着爱去顺从政府的时候 尊重他们的基础上的时候 同时也谈到了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要时常彼此相爱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局限 也知道上帝为我们实践这个命令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源 我们如何不依靠自己 依靠上帝 而且这个不是一次性依靠 总是反反复复的 去看到自己的败坏 又能够谦卑地去依靠神的恩典 主啊帮助我 在这个地上 一方面要攻克己身 教身服我 另一方面求圣灵充满主管 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爱的激励 也克服各种 我们自己的这种狭隘和偏见 能够实践出主的爱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 同心合一的祷告 慈悲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个贫穷的人 这个无望的罪人 你却在永世当中爱了我们 并且差遣耶稣基督 降世 为我们流血 也借着福音传道 为我们祷告 传福音给我们 最终你征服了我们 让我们知道 你已经爱了我们 我们空洞的心灵 我们贫瘠的心灵 在你的爱的充满里面 真正找到了这个本乡一样 找到了灵魂的归所 主啊 真正主啊 被你的爱激励 主啊 求你时常以这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也以这爱去爱你 也爱那些你所奔赴我们 应该爱的人 主啊 我们里面的自私 骄傲 主啊 冷漠 败坏 常常拦阻我们 去实践这爱 我们也需要你时常激励我们 不忘记这个命令 并且求你用你的话来规范我们 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意 而是随着你的旨意 求主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 而是按照你的标准 求圣灵时常帮助我们 将神的爱时常浇灌在我们里面 激励我们 让我们以神的爱去爱每一个人 虽然这个常常遇到试炼和征战 但是主啊 你帮助我们 主啊 在成圣的道路上 虽然有时常跌倒 迷茫 迷失 但是主 你给我们共用的恩典和力量 让我们能够 主啊 真的能够主啊 一步步在爱心当中长进 恩典和力量 时常充满我们 赐力量我们 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繁忙的时代 主啊 特别是这个物质主义 个人为主 个人主义 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时代 精神充满的这个时代 主啊 实践你的话 更显为宝贵 然而我们也知道 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 但是主啊 你给我们了这样的资源 恩典 就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时常 住在你的爱里面 也活出你教导我们的爱 求主破碎我们 因为我们的救人是 何等的顽梗 是何等的固执 何等的坚硬 求主破碎我们 让基督的恩典 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流淌出来 求主亲自帮助我们 求主联名与我们同在 求主祝福你的儿女们 有很多这个时代 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 全球经济的这个衰退 各个国家里面都有很多 面对生活压力 主啊 那些这孤独的心灵 那些那些憔悴的灵魂 那些困苦的灵魂 在暗中默默流泪 沮丧灰心 压力的这样的灵魂 上帝啊 他们透过吸毒 透过游戏 透过色情 透过各样的方式 去弥补自己空虚的心灵 上帝为了你的爱 透过教会流淌出去 让更多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福音里面 主啊 让那些困苦的灵魂 重新回到你的面前 重新回到你的这个恩权的里面 让他们也能够得到饱足 神啊 首先你充满我们 让我们这些贫瘠的灵魂 在你的里面得到饱足 主啊 真正成为一个 因着你的爱而幸福的人 因着你的爱而饱满的人 主啊 让我们也能够去 主啊 在我们繁忙的 这个生活期间 也能够去左顾 用盼的去照顾那些旁边 主啊 孤独的灵魂 上帝 求主 灵魅 我们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求主 请自帮助我们 能够实践这样的 将基督的命力和爱 求主 充满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虽然软弱 我们虽然不足 但是求主 以你丰满的恩典 充满我们 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时常 举目 仰望你 使我们的眼光 与你的眼光一致 使我们的心思 也除去我们 二异的心 让我们专心的 去爱你的同时 也能够与你同心 主啊 能够体恤你的心肠 也能够 充满你的恩典 让我们也能够实践 这样的 主啊 这样的生活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给我们恩典和力量 在我们这个 共同体当中 首先实现 主啊 你这个 这样的真理 在我们中间 求主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 他们的软弱 你都知道 他们的疲乏 你知道 他们心中的困苦 我争大 你也知道 我们的忧虑和重担 你都知道 主啊 求主医治我们 身体上的疾病 主啊 心灵当中的软弱和困苦 前途当中的忧虑 重担 迷茫和彷徨 主啊 孤独 主啊 等等 现实当中 很多的挑战 如何在这个 残酷的时代 主啊 让你的儿女们 主啊 从你那里 得到力量和智慧 去面对这个 时代的挑战 如何在这个时代 你给我们留有主啊 立足之地 主为你发光作严 主啊 去在社会当中 站足脚 实践 你的使命的 这样的空间 给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一步步走上 你给我们引导的 安排的计划和位置 求主引导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人生的 所有的梦想 主啊 所有的人生 都交托给主 求主来引导 主啊 给我们共用的 能力和力量 无论是创业的人 无论是主啊 在教会里面 服侍的人 无论是在 主啊 求学的人 无论是在婚姻 家庭当中 教育子女的人 无论是在打工 和各个公司里 打工的人 还是怎么样的人 主啊 你都知道 求主给我们 共用的那点 让你每个儿女 在这个时代的 挑战当中 都有自己 你给安排的位置 主啊 去发光 去作严 去侍奉你 访你的喜悦 愿你的平安 与你的儿女们同在 面临极大的 生活压力的手 仍然因着 仰望主 敬拜主 爱主 渴慕主 绝望的依靠主的手 让我们心里 从你那里 获得力量 获得安慰 获得平安 获得智慧 获得能力 求主给我们 够用的那点 面对生活的 一切的压力 和挑战的时候 都能够 靠主前行 求你掺揽 我们的手 引导我们前行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不虚度光阴 主啊 让我们活着 本身就成为你的荣耀 成为你所喜悦的 愿你引导我们 一步步走在 你所喜悦的旨意 和计划当中 求主给我们 共用的恩典和力量 愿主你 祝福你自己的儿女 无论现在 在国内的肢体 还是在韩国的肢体 还是在家的肢体 还是在来到现场的肢体 求主 亲自怜悯和看顾 愿主你的平安 愿你丰盛的恩典 充满在你为儿女里面 让我们因你而开心 因你而喜乐 让我们时常称颂你的名 让我们时常仰望你 求你给我们恩典 我们都是一些孤儿 我们都是一些困苦的灵魂 我们需要你的爱 愿你的爱 时常滋润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在你的里面 勇敢 放胆 获得 这个 这个放胆 获得勇气 获得力量 让我们谦卑的 靠主刚强 谦卑的 靠主夸耀 求主帮助我们 虽然现实 艰难 但是主啊 我们依靠你 求你带领我们 在任何时代当中 你养活你的儿女们 就像养活天空的飞鸟 麻雀一样 求主你 顾念你的儿女 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压力 主啊 面对 每样的势力和增长 求主 亲自掺拉 亲自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孤单 有你的同在 求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 亲自安慰你的儿女们 让那些暗处流泪 叹息 沮丧灰心的灵魂 主啊 让他们的心 主啊 听到你的声音 让他们的心 目光转向你 当我们心里 依靠你的时候 主啊 你就让我们得到力量 就得到你的帮助 求主 让每一个困苦的灵魂 都能回到你的面前 从你那里得到力量 求主兼顾我们 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你每个儿女 无论是中年人 还是老年人 还是少年人 主啊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靠主 能够喜乐 靠主有力量 靠主前行 愿你掺拉我们的手 愿你祝福 敞开教会中部的 每一个儿女 还有那些困苦在外漂流 信心不足 软弱的 信不来的肢体 求你纪念他们 借着我们的祷告 借着圣灵 在他们心里面的作为 借着我们的时机 去探访 主啊 你亲自把他们寻回 让他们真正认识 你的十字架的救恩 让他们认识到你 你的爱 让他们也从你那里面 重新得力 让他们真正安息 在你的翅膀的影响 求主 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 在世上有很多 困苦的灵魂 使用教会 借着教会 让更多困苦的灵魂 来到教会里面 真正得到力量 我们也求主 你顾念中国 带领中国执政掌权 能够做出明智的判断 引导中国这个国家 恢复正常的秩序 和正常的外交 正常的经济 正常的管理 正常的心智 给他们智慧聪明 也赐给他们悔改的心 让他们敬畏上帝 不抵挡上帝 也带领中国的教会 能够有健康的教义 健康的牧养 让所有的基督徒 在教会里面 得到力量 得到恢复 然后进入到社会当中 更有力量的 为主做见证 在中国社会当中 有很多不安 自杀绝望的灵魂 透过教会 让他们看到希望 回到基督里面 回到基督的爱里面 让我们这个灵魂 真正在福音里面 在基督里面 找到安息之处 求主怜悯 怜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求主恩待 在海外留学的事工 特别是在韩国的 留学生事工 工作的肢体 结婚的肢体 留学的肢体 都求主怜悯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求圣灵使用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软弱不足 你都知道 但是我们愿意为你而活 求主使用我们 求主装备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正在各 各领域都成为你的儿女 真正成为你的仆人和使者 在各个领域去遵信你的旨意 爱你 侍奉你 愿主你亲自建立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虽然贫穷而弱 但是你是丰富 有力量的神 求主借助我们 在这个世界当中 真正完成 担负光和炎的作用 求主使用我们 与我们同在 即便是我们年老的时候 仍然能够忠心地侍奉你 求主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祝福你的儿女 这一周充满你的恩典 祝福这一周 让我们充满你的平安和喜乐 祝福这一周 让我们真正 时时刻刻保持一个 警醒爱你的心 祝福我们这一周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 但试炼挑战 都能够靠主前行 愿主你掺拉我们的手 愿你在我们身上 成就你自己的旨意 得到你自己的荣耀 愿主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同心合一祷告 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每一个诚心爱主 愿意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